好 月經沒來嗎 那是看年齊的 可是我現在才45歲 還有比妳更糟的 因為我原來是一個劇場演員出身的 所以我所有的訓練都是在劇場的 那進入到影像真的是 因為大三的時候被楊德昌 這個導演發現了 所以我得到了這個機會 進到了影像表演的世界 因為影像表演 它必須因應攝影機的運動方式 來調整我們演員在鏡頭前表演的狀態 那之後是因為在經歷了許多其他的導演 譬如說蔡明亮導演的時期 對我來說那段時期就是一個 我從一個劇場演員真正開始思考 劇場跟電影表演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差異性的調整 最關鍵的一個時期 可是影像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是慢慢慢慢累積 然後怎麼樣在攝影機前最大幅度的 拿掉那種過強的自我意識 所以還有在表演上面的各種表演的痕跡 我慢慢地開始做一些調整 希望在影像面前不是表演 而是慢慢地能夠內化成為真實的那個角色 就讓那個角色它活出來的 是一種真實的一種生命力量 就是我在拍回光奏鳴曲 我有給自己一個表演的目標 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它不是用一種外放的方式 來表現這個角色 把所有可能的表現性和表演的那些技巧和痕跡 盡量把它擦掉 那我希望呈現出來的角色 它是有一種趨近真實感 而且是它的一種真實的生命的力度去感動人 拍片現場是不斷地有變化性的 它真的是一陣風吹來和一個葉子的飄動 如果你夠敏銳的話 這些東西都會改變你的選擇 所以這種變化性我反而覺得我很喜歡 因為它會使我不僵化 我的表演不是在走一個公式 這些變化性反而會使你建構起一個真正的人物 而不是一個表演的人物 比如說我們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是在台灣南部的高雄這個城市 那非常的炙熱 然後我們在拍攝的 不論是林子的裁縫的那個工廠 或是林子的家 哇 那都是非常非常熱的 那我其實反而會運用這個辛苦 在我自己的表演裡面來完成我的角色 比如說那種悶熱的感覺 呼吸不過來 甚至身體發燙 我覺得這個環境正好給了我這些 很豐富的刺激源 所以就是說運用環境上面的話 我會盡量 不論我處在什麼狀況中 我會接受這個環境給我的刺激 這個男子的蘇醒 某個程度來說到底是男子蘇醒了 還是林子要面對他的蘇醒 到底是誰在喚醒誰應該要去面對的東西 只是這個男病人困在那張床上 林子也困在一個被瑕疵的一個框框裡面很久了 所以當這個蘇醒發生的時候 也我覺得就像一個預告一樣 就是林子也逐漸要進入到那個蘇醒 而這個蘇醒是他最不願意面對的 因為他如果要去面對這個蘇醒 他要開始從一個麻木不仁的一種生活狀態 知道自己到底處在什麼生命的狀態中 對他來說那是一種痛苦 可是我覺得這個他也不得不 在這個劇情的推演上面 不得不到那樣一個階段 他終究是要去面對他自己生命中 有一個什麼樣的框框框住了他 而他能不能真的去衝破這個框框 然後他寫在這個心裡